厉害啊 这是听到不寒而栗 所以他无比殊胜 就这一句 急速臣服 条件那就是不退 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就反复往生 极乐世界没有叫你退转的 这些障缘没有 你在那里面 你所看到的 祝福菩萨 那个地方没有冤情在住 没有 无欲六成的诱惑 这没有啊 在这个世界陈就难了 内有贪嗔痴慢的烦恼 外面有财色名利的诱惑 非常强大的诱惑 你能够不动心 谈何容易 多少老修行 修行几十年的 还被诱惑 还退转了 几个人能不退的 他成功了 那我们要问 他怎么能保持不退 我们也想做的不退 佛教给我们的方法 精进 精进就能够不退 精是精传 老祖宗教给我们的 跪以转 佛法里面教给我们 夜门深入 常识训修 着重在尝试 如果你每天 能够保持 四小时以上 读经或者听经 也许你不会退转 如果还抵不住 这一些外面的诱惑 明文立样的诱惑 那怎么办呢 时间加长 我们看到 有些同学 一天十个小时 那就很没有问题了 每一天十个小时 跟佛菩萨接近 亲近佛菩萨了 天天如是 真的保证不退 这个人决定 往生 不能这样精进 那太难了 你看看 你一不清净佛菩萨 你就会清净明文立 你那边在引诱你 哪一边时间长 哪一边就产生巨大的力量 就把你拉跑掉了 这种情形 自古一来 自古一来就很常见 不是少见 为什么 很好的修行人 十年 二十年 他还会退转 原因就在此地 尤其是现在 我们这个环境 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 这从前 我的老师方东伟先生 告诉我的 最大的诱惑 几乎每一个人都逃不掉 都被他控制了 这什么东西 魔王 魔王是谁 电视 你家里有电视机 像那魔王 你每天面对他多少时间 他在那里教你 教你暴力色情 教你杀盗盈望 都教你这些 我们到场也有电视 给助手没有天线 收不到这些节目 我们的电视 都是放不相待的 放光碟的 我们跟佛亲近 我们不跟魔亲近 我们搞这个 网络跟电视 魔王来找过我 很凶啊 问我 为什么没有跟他商量 就侵占 他的道场 我说没有啊 我们没有侵占的道场啊 怎么没有 我豁然想起来了 我们有网络 我们有电视 他的道场是什么 网络电视是他的道场 所以我们这里供给魔王排位 请他原谅 魔王拨讯 他的掌握 我才明白了 那是他的道场 我们有一个 卫星电视 由一个网络 在侵占他的道场 厉害啊 这是 听到不寒而栗 所以 这个地方 仗人太多 让你的心 定不下来 极乐世界 完全没有 所以魔王拨讯 实际上也很可爱 你行善 他佩服你 他护你的法 你造卧的时候 他帮助你造卧 他叫你下地狱 那么由此刻之 我们落到地狱 不能怪他 是我们做的不对 他是加把劲 让你赶快去 他也没做错 所以说 看清楚的时候 我觉得他也是菩萨 为什么你造卧 赶紧送你到地狱 让你受罪 罪受满了 你觉悟了 你回头了 想想 还是菩萨 还是有道理 阿逃悟 阿 odka 六 佛 阿 urpose 佛 阿 愛 佛 阿 佛 阿 藝 佛 阿 季豆 佛 阿 rotten 佛 阿 祈 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